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果在人生的宇宙真理当中是定下来 那是天律 是不能动的 是宇宙空间不能改变的真理 是永远不会变的真理 众生界也是如此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消除头晕的症状 大概2023年10月的时候 我突然开始头晕 脑袋经常像过电一样 有时候一走动就像有电流一样 我开始烧送经文组和小房子 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 消灾免难 随着经文组和小房子不断烧送下去后 头部过电的感觉就逐渐消失 头晕的症状没有了 经文组和小房子太灵验了 这期间 我有请其他师兄带放生了鱼 感觉很好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赐予我们人间这么殊胜灵验的心灵法门 让我们通过念经可以还债消夜 身体恢复健康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观察人间疾苦 能帮助我们恢复健康 只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努力念经做功德 好好学佛 菩萨就会牵出祈求 牵出印 无论做任何好事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最后都要感恩观世音菩萨 让我们每天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 身体健康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三大法宝 念经许愿放生 保佑先生化解39岁节不被裁员 即短短三个月拿到绿卡 2023年3月 我先生39岁处于369节 同时 他所工作的公司宣布第二轮大裁员 当时我并没有太留意或询问先生工作 一因他是其他宗教的 并没有替他念诵经文 我一直觉得奇怪 自从宣布大裁员后 我先生每星期都向公司请假 但我先生本身是非常热爱工作的 3月30日当晚 我跟我先生了解情况 先生明说 他犯小人 英国同事联合整个英国部门 向美国部门投诉他及他的经理 并说出我先生所做的项目一无是处 而先生的经理并没有维护他的意思 并要求我先生想办法尽量配合英国的部门 我先生感到他很大机会被裁员 而我们家亦依赖先生的公司的律师正在办理绿卡 我们家透过先生的公司办理绿卡亦困难重重 由2020年中至2023年 仍没有拿到I140绿卡的第一步骤 绿卡总共有四个步骤 当时如果先生被裁员 绿卡申报很可能被作废 并需要60日内找到工作或离开美国 当时因为我已学佛一年半 就心向菩萨会安排 如果我家在西雅图缘分已尽 也一切随缘 4月3日拿到I140 7月17日拿到十年绿卡 而先生也用行动支持我去做观音堂义工 即每个星期三和四 跟着我及小孩吃素 每一个困境造就自己境界提升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正确吃素才能吃得营养健康 一 精彩对话开示 六 如果记忆力差多吃软磷脂 螺旋枣可补充人体各种维生素 选自2014年1月5日悬疑问答 同修年纪轻轻 记忆力倒退很厉害 然后昨天说的话 今天都忘记了 然后他功课里呢 心经是49遍 每天都吃卵零食 还应该做什么 同修很担心 这样年纪大了 会不会有老年痴呆症 很多人感觉到自己会得老年痴呆症 实际上已经有老年痴呆症了 就像一个人一样 感觉到自己关节痠痛 实际上已经是关节炎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希望他 软磷脂要坚持吃 然后呢 自己呢 又多念心经 而且呢 不该记的东西 不要去记 不要去损害 无畏的脑细胞 听得懂吗 为什么呢 有些人呢 就是想的太多 想的太多 就把你的活活的 好的脑细胞都想死 从了到了年纪大 为什么叫你们 要清心寡欲啊 听得懂吗 清心寡欲 就是说 心不要想的太多 阴望不要太多 这个人的脑髓 脑髓体啊 他会得到不断的充实 如果整天的去想啊 想啊 想啊 想的太多 会把你正常的脑细胞 会想死很多的 所以就是动脑筋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他没有正常的细胞值出来 那么你就会 越来越少 如果到了年纪的时候呢 他正常的 你用掉多少脑细胞 他会增长出 很多好的细胞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 记忆力就好 听得懂我意思吗 嗯 听懂 就相当于啊 小姑娘 就相当于 年轻的时候 你用了钱了 你还可以赚嘛 到年纪大的时候 你用了钱 你没有赚了 越用越少了 听得懂吗 对对对 就是又不付出了 对对对 就是同修啊 现在年纪也比较轻啊 就是可能就30出头 这样子 然后经历了49遍 哎呦 那是有问题 那怎么办 那那有问题 这个问题 你叫他最好 其实像这种问题呢 实际上最好是禅定 但是问题呢 我又怕他禅定出问题 对对对 所以呢 还是不宜禅定 最好的方法叫他坐定 不要禅定 坐在那里 经常脑子不要想 看看菩萨的照片 然后呢 睡眠要好 睡眠一定要保证 因为睡觉的时候 会增长脑细胞的 听得懂吗 软磷子叫他一天 要吃两次了 三次了 不能吃一次了 我感觉他是吃一次 你明白吗 嗯 明白 知道了 就是让他不该想的 不要想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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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是这样子 那软磷子 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 基本上是适合所有的人了 嗯 软磷子 大豆软磷子非常好 它是增加脑细胞的 脑容量 因为一个人的脑细胞坏死了 他就 他命就没了呀 所以吃软磷子是非常好的 还有螺旋枣也不错的 嗯 嗯 螺旋枣是什么 什么功效呢 螺旋枣就是有些人 经常吃荤的 吃肉的 你去看它全是绿色产品啊 绿色产品就是natural 就是自然的呀 因为我呢 因为师傅吃了几十年的树了嘛 你看看我有一阵子 我也是 眼睛啊 视力也不是太好 有时候呢 觉得很疲劳 结果菩萨晚上就跟我讲 叫我吃 那个 那个 螺旋枣 螺旋枣 本来我都不太知道这个 这个东西的 结果后来菩萨叫我吃螺旋枣的呀 就这样了 所以我就赶快告诉你们呀 嗯 吃素的人 吃点螺旋枣的话 会对他自己的各种 维他命啊 维生素啊 都会有补充的 非常好的 感菩萨 感师傅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傅的白话佛法 比如 当你做了罪恶之事 一定会得到恶报 受地狱之苦 地狱 只是一个执行天律的地方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